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 蔡英文所谓的过境纽约机场时 机场红地毯长度不足10米 台当局前外事官员介文集表示 红地毯的长度反映的是美国的态度 美国定义蔡英文此次所谓的过境式私人形成 对此岛内各类民调呈现一边岛的态势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组关键词 用数字了解一下什么叫民意不可为 首先来看第一个关键词 不关心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3号报道 一份以相关话题为题的网络民调投票结果显示 针对你有在关注蔡英文出访消息们的问题 有64.8%的岛内网友表示不关心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关键词 不支持 仍然是台湾中时新闻网3号的报道 有高达近七成网友认为 蔡英文此次算美的所谓过境外交 对所谓的台美关系是没有帮助的 3月30号一项民调显示 有94%的岛内民众认为 蔡英文所谓过境美国的费用 应该由蔡英文个人承担 还有人直言不要战争要和平 蔡英文去美国毫无意义 只能让两岸局势更紧张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词 不满意 岛内日前进行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 在对民进党当局处理民生经济上的表现 有68.2%的民众表示不满意 另外在对民进党当局处理两岸关系上的表现 有60.9%的民众表示不满意 相反岛内还有一份最新的网络投票 询问网友对马英九访问大陆期间的表现 参与投票的网友中 有63%的民众表示满意 还有一份岛内民调显示 有高达77%的民众乐见两岸恢复交流 降低紧张关系